美国最近单日确诊数下降 疫情有出现趋缓的迹象 而疫情最惨重的加州 就率先宣布取消居家令 展开逐步解封 理法厅 健身房也可能重新开放 餐厅也可能会开放部分内容 纽约州长古墨也跟进宣布 考虑在本周内逐渐解封 但是美国明尼苏达州25号通报了 美国境内首起的 巴西变种新冠病毒案例 总统拜登宣布 要将每天疫苗接种数提高到150万剂 百日内要打完1亿5000万剂 同时间防疫官员佛气强调 疫情趋缓是自然的趋势 但疫苗可以发挥多大功效 还有待观察 突破2500万的确诊总数持续上升 但美国单日确诊数连日下降 让防疫当局稍稍欣慰 第一大疫区加州 虽然日增还是超过2万例 州长纽森宣布取消全州居家令 理法厅跟健身房也渴望 重新营业 部分餐厅也将开放内用 确诊数全美第四高的纽约州 也想跟进 美国踏上重启之路 疫苗施打速度攸关解封成败 美国总统拜登喊话 百日内一亿剂的目标显然不够 拜登同时强调要在安全的情况下重启校园 不过以目前施打进度 教师全面完成接种 恐怕还要很长一段路 全美整体疫情趋缓 但防疫官员佛契强调 恐怕还不是疫苗发挥了作用 而是疫情发展的自然趋势 进入拜登时代 顽强的疫情 持续为美国带来新的挑战 综合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 对中国的立场也受到检视 25号白宫跟国务院分别提出 要以全新的战略性耐心 或全面性系统性的策略 来对抗中国 新任拜登政府点名北京当局 挑战了美国的安全繁荣和价值 未来将采取全新的战略性耐心 和国际盟友并肩抵御中国 美国国务院也说 将提出全面性系统性策略 避免美国科技实力 助长中国的恶意行径 双双将科技与贸易 视为美中竞争的关键核心 拜登总统更打头证 喊出购买美国货口号 要打造大型经济复苏计划 保障美国劳工跟本土企业的 上下游供应链 面对美国恐再次确立保护主义 中方也有话要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5号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发表谈话 频频剑指美国大搞小圈子核心冷战 强调全球应该奉行多边主义 接下来将主导美国经济抗中的财政部长 正式由叶伦接下 日前他表态将利用各种机制 对抗中国的经济滥用行为 但究竟会不会延续川普政府 那般强硬姿态 还有待时间证明 日月号宾议 布立桃园医院爆发院内感染 阔籍社区还首度出现了 不明感染源的患者 网路上甚至出现传言 说台湾的疫情已经失控了 对此台大医院妇产科医师施景中表示 台湾距离防疫失控的情况相差非常远 不过前卫生署长杨智良则认为 台湾的疫情未来可能有超过五成的几率 会恶化到像是日本一样 还给出了四点防疫建议 而国内其他医师则认为 在疫情期间 什么事都可能会发生 不过台湾的防疫政策一直做得很好 不会有社区感染 无法控制的情况发生 布鲁桃群聚事件扩散到社区 不仅成为台湾防疫的大挑战 前卫生署长杨智良更直指台湾疫情 有五成以上的机会 在未来两三个月 会变得跟今天的日本差不多 对此国内医师有不同看法 如果没有办法阻断他的传染炼的话 他可能会形成一个社区感染 一个很好的那个防疫政策去执行的话 大概不至于说会扩展到说 社区感染无法控制的地步 医师认为疫情期间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但就算出现桃源传染链 无法阻断的情形 台湾还有良好的防疫政策 民众要对疫情控制有信心 不过杨士良担忧 有些民众从布桃出院很久 后来又去诊 还传染给家人 至今还不知道病毒从哪里来让人忧心 更提出四大防疫建议 包括未来所有入境旅客 都要全面普筛 外加隔离14天 另外如果有医疗人员 觉得自己需要筛减 就提供免费筛减 也可以让他们住旅馆 最后更希望多培养 几个医院的照顾量能 万一照顾还能提供服务 不过有医师认为 设置过多的专则医院 恐怕会浪费医疗资源 设置专则医院的时候 绝对不是说越设越多越好 而是说是我们可能会面临的 疫情的那个状况 我们来做最适当的一个 专则医院的设置 而面对网络传言说 台湾的疫情已经失控了 对此台大医院妇产科医生 市警中表示 台湾距离防疫失控的情况 相差非常远 强调前方还有一群医护好兄弟 无怨无悔的在挡子弹 希望大家跟医护人员一样 再努力手下去一起齐心 对抗疫情挑战 记者中文道 疫情升温 指挥中心扩大进行居家隔离 人数大约有5000人 但是隔离两周之后 就是农历春节了 国民党立委吴思怀 就在脸书上发文质疑 春节将近 在隔离期间 家事谁做谁又去买菜呢 贴文一出 立刻引发争议 被民进党立委 还有网友很酸 当初吴思怀先提出要封城 现在又批评防疫政策 毫无逻辑可言 不过吴思怀本人回应 他是在解决5000个家庭的实际需求 绝不是在扯防疫后腿 卫福部桃源医院院内群聚在延烧 指挥中心宣布 扩大回溯匡列约5000人居家隔离 有立委在脸书质疑政策 引爆争议 国民党立委吴思怀 25号发文指出 从不逃失守的处理节奏 毫无超前部署的行为 而且5000人居家隔离 代表5000个家庭受到影响 过年快到了 隔离后家事谁做谁去买菜 就是这句过年买菜说 引爆战火 现在不要再口水了 所以我们拜托吴思怀委员 请收回你们这些话 我觉得整篇文章都是 完全看起来都是很善意 我呼吁在防疫期间 政府不是一直在洋网军来互相恭喜 这家立委帮忙缓家 只是几天前吴思怀才贴文 呼吁中央预先拟定 直布封城计划 现在又说隔离不能买菜 也被网友骂翻 直言建议封城的也是他 担心无法买菜的也是他 为什么不自掏腰包 买些便当给医护人员吃呢 我当然是在帮防疫的忙 因为能够解决真正民众的需求 也减低民怨 绝对不是在扯防疫的后退 澄清是在解决五千个家庭的实际需求 不是要给防疫添乱 莱茵发言被放大检视 国民党主席江启成 25号在脸书换头贴 加上特制的风雨同行特效框 还提到要挺防疫英雄 只盼能少点口水 多点团结 守住疫情 这里秋林敏佳台北报道 疫情升温 桃园近期的新景点水族馆 一到假日 往常是人潮爆满 但这阵子受到疫情的冲击 也连带影响到游客到桃园旅游的意愿 游旅行社就开出了第一枪 宣布28号起将暂停出团 到桃园市区观光 已经排定的桃园行程 也会把室内行程 像是水族馆观光工厂 盖城郊区的行程 到小屋来或者是脚板山 对此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 力挺桃园 但是也呼吁民众减少 没有必要的移动 配合指挥中心的规定 也请观光旅游业者谅解 桃园的行程的话 我们现在的话 都是会暂停出团 电话接不停都是询问 能不能更改去桃园的行程 因为部立桃园医院 爆出群聚事件 匡列隔离人数暴增 连带影响到旅客到桃园旅游的意愿 喜红假期开第一枪 宣布从1月28号起 暂停出团到桃园市区观光 桃园市区的行程 我们就会把它给散开 然后安排在桃园郊区的 也有民众曾到过确诊者足迹地区 因此打电话退订 告诉我们说 他去过几乎所有的足迹 框列的地方他都去过 我们说既然你有疑虑的话 那我们这样曾建议你的取消 会比较好一点 原本喜红27号有两团桃园一日游 共70人即将出发 现在也都紧急更改行程 像是室内行程 水族馆观光工厂 都改往郊区移动 到小屋来 角板山等空旷地区 而其他旅行社可乐旅游表示 只要旅客有疑虑 都可以协助转团或无偿退费 熊市旅游则因为桃园行程 报名人数少 照常进行 未来将依政府规定办理 疫情爆发势必冲击桃园观光产业 交通部长林佳龙出面挺桃园 但也希望观光业能谅解 挺桃园就是挺台湾 减少没有必要的这个移动 那配合指挥中心难免会造成一些不便 那我也请观光旅游业 大家可以谅解 旅行社提高警觉 发出提应出团公告 接下来春节假期 就怕会有更多住房退定潮 桃园在地观光产业 将面临一波寒冬 记者之前 感染第五香三台北报道